好我们知道先前中国的房地产公司 可以说是接连爆雷 先是恒大接着又是碧桂园 当然民众最怕买到的就是烂尾楼 所以今天的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运文 来到现场帮我们分析运文好 西姨好 大家好 晚安 好运文想要请教 现在是不是也号称中国第一高楼的 这个叫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都因为公司的财务危机 沦为烂尾楼 那甚至传出说两度拍卖 都还是没有办法成交 甚至连降价都没有人要 为什么呢 好 确实能看到这栋是超级高楼 它就位在深圳 是名为这个世贸深圳国际中心的 这个概念图 当时的设计图非常的高 就是拔地而起 那它是这个世贸集团 在深圳的一个地标项目 里当应该会成为是深圳一个新的地标 但是现在变成是一个 中国的最高的烂尾楼了 因为它的楼高是高达了668公尺 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集团 在去年爆发了债务危机之后 就停工到现在 好 那这个停工的烂尾项目 它整个土地跟这个建物 被估价是价值高达163亿人民币 所以创下的是这7年来的法拍 最高的这个最高估值的一项资产了 但是来看到是在今年7月份 第一次法拍的时候 当时是以打8折的价格 130亿人民币起拍但是流标 然后这个月呢 再打了64折之后 是以104亿人民币再度拍卖 但是还是流标 我们看到打64折就已经说它的降幅 是超过百亿台币 这么大的降幅 但还是没人敢来接手这个项目 你的口袋要够深的企业公司跟集团 以及呢它对于这企业相关的金流营运呢 是非常的有高要求的之下 所以不是一般公司能够来接手 这样的大的项目的 所以目前呢 它流标是大不意外其行 是 像观众朋友会讲 也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说 他之前在YouTube有看过 天津117大厦的烂尾楼 我看过这个 这也是个蛮恐怖的 就是很高的一个高楼 然后也撑着最高的烂尾楼 就蛮恐怖的 是 现在真的 看起来像降价这么多 都还是没有要 没有人要买 感觉烂尾楼真的是 大家都还蛮害怕的 那我们知道现在 中国大陆要处理的问题 除了很多的烂尾楼之外 还包括的是诈骗问题 这当然诈骗问题是全球都得要解决 但是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最近跟缅甸 他们有联合来打击诈骗 而且甚至 比较有一个有趣的亮点是 这个他们公布的 诈骗集团的照片里面 有一个女生因为长得太漂亮 所以登上热搜 但我们想要请教韵文 现在广东的警方 是不是也寄出一些 要讲利多或是优惠嘛 吸引诈骗集团 赶快自己回来投案 算是幼稚以利嘛 又是一个新的招数 来打击这个诈骗犯 我们看到就是广东的 位在广东英德市 他们所公布的一个公告 就他们涉及在广东英德市的人呢 他们涉及到 就对于做诈骗 然后就在海外的人 有一共有40名 要通缉他们回到中国大陆 而且呢 可以看到这第一排的这7人 就是主要的重要成员 另外的悬赏通气的奖金的 如果可以提供线索 帮助抓契的话呢 奖金是5到30万人币 就是最高可以超过120万台币的奖金 然后他整个这个40人当中呢 基本上看上去多是男生 只有三名是女性 然后当中这一位 这个被圈起来这位呢 因为看眉清目秀的很漂亮很正 然后叫做是吴金源 因此呢登上热搜榜 那是人美但是心不美哦 就是做这个诈骗是还蛮可恶的 所以呢他同样也被通缉之中 他们是说希望他们可以在12月15号之前 返回中国投案 然后可以来重新发落 如果你最前呢 比较涉案比较清闻的话 甚至还可以因此来免责哈刑罢 是现在连这个诈骗集团要回来 这个刑期都有折扣哦 好没错接下来呢 我们也非常谢谢运文哦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运文 谢谢欣欣谢谢大家 好我们来看到的世界杯足球资格赛呢 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球队在开始踢哦 中国大陆的男子足球队呢 在上周四世界杯足球资格赛当中 以2比1踢走了泰国队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好像对自己的球队不是很有信心哦 他说呢他跟泰国的总理说 侥幸的成分居多 而且他也说不敢肯定中国男足的水准 球小 抓篮球抓不住 踢足球还行 习近平手舞足道的画面难得曝光 这是泰国政府上传社群的 IPEC漏网镜头 我也喜欢自己 你也是足球吧 泰国总理跟习近平大聊足球金 英文上周在泰国举行的 2026世界杯资格赛 中国男足以2比1 踢费赢泰国队 使得泰国队晋级机会渺茫 习近平听到消息 却不太肯定 中国到了足球队 随被奉为国祖 中国到了足球队 随被奉为国祖 却长期有很多争议 更不乏被网友嘲笑 而且中国男足这次出征泰国 没有包机 没有出征仪式 一切低调 毕竟不止成绩上不来 不久前才一连串的足鞋高层 因贪腐被整肃 我是一个足球迷 中国足球一直很努力 但是目前啊 只有一次闯进过世界杯比赛 习近平是知名的足球迷 也曾曝光办公室摆设 有足球相关照片 根据法新社指出 他曾希望 中国大陆有一天能主办 并赢得足球世界杯 但是目前为止 中国都无法成为 国际足坛的重量级国家 TVBS小明镇 陈日文综合报道 好 拜祈慧刚结束 现在有一些例政策宣布 感觉好像中美关系 慢慢有回溫了 才刚结束呢 大陆人行这宣布 已经向美国第二大银行卡清算机构 万事达卡核发业务许可证 根据央视的报道呢 在这个之前 其实万事达卡 只能在大陆发行美元卡 欧元卡 这些外币银行卡 但现在获得许可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进到大陆的支付市场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而且万事达卡也可以开始 跟大陆的国营来合作 噴出彩色烟雾 各种特技无缝接轨 同一时间还能在空中排列出整齐队伍 中国大陆八一飞行表演队 在全球最著名的杜拜航空展演出 获得观众热烈掌声 展示最新头等舱空间 高档奢华空中酒吧淋浴街 舒适度媲美饭店的头等舱 向高金字塔顶端客群招手 阿联酋航空近期才砸下580亿美元 狂买空中巴士和波音共110架客机 外加市场预期 中国大陆对美国释出善意 渴望在近期内解动波音737 MAX 采购禁令带动波音股价冲上天 两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 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 拜席会和APEC才刚结束 对岸就对美国大开绿灯 宣布美国第二大银行卡清算机构 万事达Mastercard 正式获准进入大陆支付市场 央视引述专家说法 表示这项措施 彰显大陆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开放势在必行 因为大陆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十月大陆外商直接投资 FDI持续恶化 较去年同期减少9.4% 是连续第五个月衰退 尽管中美看似熔兵 大陆也努力营造友善环境 包括优惠税率 便利签证等等 但显然外资仍在庭看厅 TVBS新闻杨清波代元力综合报导